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德國媒體《德國之聲》日前特別訪問了兩名走佬去台灣的香港黑暴青年 其中一個化名為Christy 年僅18歲 她在2019年曾經參與香港理工大學的衝突 她當時因為未成年被警方抄錄個人資料之後獲得放行 但是因為擔心被捕 她在2020年9月以僑生身份走佬去到台灣讀大學 原本以為抵達台灣之後能夠鬆一口氣 但是她很快就遇上身份危機 因為她的護照在明年夏天將會過期 到時就會變成沒有身份人士 Christy 表示台灣行政、手續、官僚、死板 不能夠補交其他文件作為代替 台灣的公務員更加建議她回香港補辦 但是她就根本不能夠回去 她就說自己都不想承認香港的所謂抗爭者 淪為蔡英文競選時的政治手段籌碼 但是她真實的感受就是有點被遺棄的 而另一名起台灣的香港學生就化名為生理鹽水 就說自己因為修例風波入面的暴力事件 患上創傷後遺症、焦慮、躁狂等的情緒病 去年她走佬去台灣之後開始找學校 但是因為沒有居留身份而申請不到學校 而無法就學又無從取得居留症 形成惡性循環 這個生理鹽水還表示 在一個沒有身份的一年半裡面 她在台灣生活非常不便 小事去到是買不到電話卡 考不到駕駛執照 大致連租房都要找人代簽租約 以及無法去打工幫補生計 你一切都讓她感到無助 她還說到情緒好不穩定 高高低低一直都很負面、很辛苦 但是只有自己一個因 被問及希望台灣政府怎樣提供協助 她就跟很多香港的所謂抗爭者一樣 都表現得消極和無奈 說到台灣不是自己的地方 不可以有太多的要求 否則會招人反感 有關於這一則的採訪報道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傾向 比較真 或者叫做形容為 沒有最慘只有更慘 為什麼這樣說呢 大哥 那些德國媒體會不會幫中國做新聞呢 不可能的嘛 是不是呢 你不做中國新聞你都偷笑啦 甚至乎這樣說 為什麼說 可能是有些東西更加慘 德國媒體會不會幫你 一些更加不開心的東西 不說出來 幫你美化了 又覺得很合情合理 這些時候 所以這一群人可以說 看到這個報道呢 就是沒有最慘 只有更慘的 另一方面 就是看回這個 蔡英文 蔡英文 大家想想一下 當年黑暴正值台灣 選這個選舉 當時蔡英文 其實輸到媽媽都不認得 就是因為搞了黑暴 所謂勾叫 我們真的說少少粗口 這些人 他根本就是在這裡亂說而已 隨便說 就說支持你黑暴 要做些什麼 然後你們過來 可以給你一些什麼 等等 結果呢 現在 屁都沒有一督 不要聽些說句 蔡英文 隨時就是 因為香港黑暴事件 全世界裡面 得益最大的一個因 對不對 由當時選舉 已經是絕望的景地 突然搞完黑暴 可以贏回頭 而且現在是政治追殺 另一面的他們的政治對手 你想一下 他們的獲益 是不是最大的 乃至現在 他們會不會走來 顧及一下你們 去到最後 其實才是我最想說的一件事 就是台灣政府過你們一動了 你們被人打了一巴巴 醒了 人家真的當你自己人嗎 不是 但是另一方面 就說你們黃圈 你們黃圈不是說什麼兄弟爬山 不是說手足的嗎 不是說核爆都不割的嗎 你們整批人過到去 那麼 這個政府 玩你們一動了 沒有辦法了 但是你們都可以普團取暖的 普團去了哪裡呢 取暖去了哪裡呢 黑暴事件過後 其實有一些人 Simon自己留意到 他都擺明是黃的 不要說他 是那些一堆人 擺明是黃的 甚至乎看得出 多賺到錢的 移民去台灣 就會說那裡 多賺到錢 多賺到錢 或者那裡生活多好 他又不出來幫你 這個時候我真的很想問一下 這個什麼Christy 還是這個什麼什麼 這兩個人 生理鹽水 你還不快點去找一下這些人 不要聽這些講句 喂 粗粗地 監便監賤 沒有工作身份 請我做黑工 我在你家做這個 叫什麼 工人也好 是不是 你在香港開個店 是黃的就請 是藍的我玩死他 但難道到了台灣 是黃的你 才來玩死你 這些就是手足 你問一下 那些拿着摘台幣 在那裡 哇 很香啊 那些是什麼 這些就是手足 好了,再下一則的消息 特首林鄭月娥昨天就表示 政府和商界,特別是地產界的協商和合作 往往都會被反政府或者激進派人士大肆攻擊和抹黑 令到官員不敢有所作為 林鄭月娥還指出過往議會對官商合作 採取反政治化的立場 久而久之就令到官員有所避忌 不敢為提升施政改善民生而有所作為 他還表示隨著完善選舉制度的本地立法工作完成 期望政府能夠設實提升管治效能 整體上我自己覺得特首這番的說話 有點而無奈 一方面有人去攻擊抹黑政府 當然不應該 然後能夠完善香港選舉制度 以及以後立法會和議會是否會好些 這件事固然可以期望 但是另一方面 他也間接透露出 你那些官員是否被人攻擊 被人抹黑就會不敢有所作為 以後立法會或者什麼議會那裡可能就會好些 是不是 有完善選舉制度 但是 其實攻擊和抹黑你們的真正炮手 我覺得是那些媒體 是不是 一些收著外國錢的生果日報 不要說抹黑你啊 作故事那樣作你 好像吃生菜那樣吃 就是說 人家的攻擊抹黑作故事是不會停的 所以 我們的官員是不可以 怕人家攻擊抹黑作故事的 乃至是要強硬些去回應他 去斥責這些人在那裡講大話 在那裡抹黑 說回給市民知道 我覺得強硬些的態度 才能夠 壓制得到這些所謂的抹黑模式 好了 再下一則的消息 加拿大早前就宣佈 新增兩項香港人永久居留的途徑 三年之內起 加拿大大專畢業 或者全職工作 都可以申請 但是當地傳媒在星期二就報道說到 加拿大的移民部門駐港官員 就曾經向他們的聯邦政府 即是類似我們的中央政府 提交內部報告 警告聯邦政府 不要假設所有被控與示威相關罪名的香港人 都是無辜的 簡單說 就是警告聯邦政府 你不要假設那幫黑暴是無辜才行 也不能夠假設控罪是具有政治目的的 沒錯的 我們不是有政治目的而去告他的 是真的他犯法所以告他的 而又或者 不能夠假設這些控告是屬於獵造的 沒錯的 那些證據我們不是造假的 他是真的犯了法所以這樣告他的 這個加拿大移民部門駐港官員 真是 真是說出事實 對不對 還說到 因為曾經所謂的抗爭裡面 是出現過一些令人震驚的暴力襲擊場面 又警告香港仍然是全球犯罪網絡的扭帶 讓黑錢和毒品進出加拿大 特別是最後這一句 我真的不知道這個加拿大官員 是不是兜巴打到黃絲裡 正正就是因為我們沒有這個 逃犯移交條例 搞到這種情況出現 你想一下 在加拿大也好 在其他國家也好 做了一些犯法的事情 走來香港 我們沒有逃犯移交條例的了 那些人在台灣殺人回來香港又沒事的了 那這些是誰搞出來的呢 黃絲手足搞出來的 好了 在下則的消息 美國一名FBI探員就在法庭上 承認曾經在2018年 誣衊華裔教授胡安明 說他是中國奸諜 這一名探員就在庭上坦白 說他曾經和胡安明的僱主會面的時候 說謊說他是中國軍隊的特工 也都使用虛假信息 將胡安明列入美國聯邦禁票名單 而美國海關就沒收了胡安明的電話和電腦 還有在國際學術界散布 有關於胡安明的道德敗壞的傳言 也都利用虛假信息為藉口 讓到FBI探員兩年來長期監視胡安明 和他的兒子 還利用虛假信息 試圖逼使胡安明成為美國政府的間諜 來到這裡 大家知不知道 為什麼FBI就會這麼勞私動眾 去冤枉這個人呢? 其實就不關中國事 其實就不關這個人事 不關他什麼事 原來是要交數 在2018年美國司法部發起一項 很簡單的翻譯過來 叫做中國倡議的一個計劃 指示這些特工去美國找些中國特工出來 這一名的教授就迅速成為這個計劃的目標 來到這裡 大家就明白了 上頭就給指示 叫美國FBI去抓所謂的特工 其實沒有特工的 他就求那其抓這個人出來 冤枉他是特工 還想冤枉不到他是特工 就逼你你過來做我的間諜 哇 真是很民主自由 好啦 那今條影片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到最後 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 記得留言讚好和訂閱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好